如果出現他體的事物 又能夠同時圓的情況 就會變成有過失的 因為什麼 因為如果他是同時的原本 但是他們又是他體的 這種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 總而言之 通過這兩種推理 在維世中裡面 就是用這樣子的推理 去抉擇出一切萬法維新 都是新的顯現 成立於維世中的一些觀點 這兩種推理看起來似乎挺簡單的 但是當然因為他跟我們的凡夫 無時以來的輪迴的習氣衝突很大 所以心裡面能不能生起真正的信念 才是最重要的 很多人我們平常會花在 世間所事上面的時間 或者說這個經歷會更多一點 但實際上如果你真正要做有益的事情 應該要把這些心力 或者心思放在思考這些問題正理上面 比方說思維 一些萬法到底是不是 這個心所顯現的 巨猿和明知 這兩種推理能不能成立萬法維新 如果還有這種疑惑的話 一方面就是你自己要反覆的思維 或者是翻閱其他的大德的這些論柱 或者說是跟其他的道友辯論等等 其實同時緣或者明知的緣故 就是明知因跟巨猿定因這兩個 它的諸法的本體就是是 也就是說除了這個以外 如果你認為有一個柱子 白色的花這樣子外境存在的話 你如何去成立也根本是不可能的 在我們一開始學英明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對維世中的觀點 很了解的情況之下 會覺得這個講法好像 觀點或者說這個證據有一點薄弱 力度不太夠 你除了自己的心以外 就這個花呀 法蘿呀 還是我家裡的東西呀 還是剛剛買的菜呀 好像還是存在的吧 就是你會覺得我剛剛買的菜 我剛剛買的什麼東西 好像還是存在的 實際上當我們到菜市場買菜 菜肯定是在你自己心裡面的顯現的 因為它有明示 具有這個視的法項 就是說 不是說這個菜有眼睛耳朵鼻子嘴巴 不是說它有眼耳鼻舌生意的這種視 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說什麼呢 因為它能夠被我的意識所感知 我的明知的視 就是能夠被我們感知的部分 它就會是視的法項 明知的這個部分 明知的這個部分是視的法項 所以如果明知的這一點不能稱之為視的話 那麼除此之外你是安利不出 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找不到視安利的理由 你沒有辦法去安利一個視 到底叫什麼東西 所以為什麼菜這些東西 外境是心事呢 因為我們遠視圓它 你的手 這個觸視圓它的緣故 在圓的當下出現 沒有圓的時候 它的存在對我來說沒有辦法成立 我見到它之後它才會存在 其實這個有點像是虛擬遊戲 虛擬遊戲的這個虛擬場景 現在大家在講的 原宇宙的概念是一樣的 當你視角對著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看到的這些景象才存在 當你這個視角撇過去的時候 它就是零跟一而已 它不會有這些景象存在的 所以你就想像 你現在就是活在一個 也不是說想像 就是說實際上萬法唯心道也好 這個唯視中的理論 它就是跟現在大家講的 原宇宙也好 這種虛擬世界的概念 包括現在拍的很多電影 《黑客帝國》還是叫《駭客帝國》等等之類 實際上是很像的 也就是說 當你的視角 你的感知存在的時候 這些景象會出現 透過你跟它的圓 不管你是戴上了VR的 AR的 VR的演技 還是什麼裝置的關係也好 或其他的關係也好 那個時候它才存在 當你轉過去 用另外一個視角的時候 這些東西實際上就是一片空無 或者最多它就是0跟1的組合而已 所以 但是它是一直都不存在嗎 不是 按照維斯宗的觀點來講 它就是變成一種你的習氣 它隱藏了起來 所以當你什麼時候再轉過去看它的時候 它又會呈現 因為這個時候你的圓就合在一起了 就你的那個機器 AR VR 什麼什麼眼鏡等等之類的 全部都合在一起的關係 當你沒有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變成0跟1 或者是一堆亂碼的方式 或者是一種潛藏的方式 一種習氣的方式存在 因為現在有這些科技的關係 所以可能跟大家用這種科技的方式解釋 你們會比較理解 這些道理在後面之後還會再闡述 我們現在才講到第一瓶而已 後面還有很多瓶 這種11瓶 所以 總而言之 我們在講這些大乘的殊聖教訣的時候 大家要去詳細的思維 如果有時間 有機會 你們開始多看這個 龍心八尊者的著作 從你馬派的角度來說是非常有必要去學習的 包括像新興修習論 裡面你會看到有很多的教證跟理證 它用這些來宣說這方面的道理 那個時候你們就會對這個維持動的觀點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更進一步的了解 然後這些東西的了解 所以這樣對我們破除一些習慣 或者說對你修取這個大隱瞞也是會有幫助 尤其在調伏我們自己相續當中的煩惱方面 會有很大的注意 所以 以上的兩大推理呢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的靜核心沒有任何聯繫的話 它不可能必定是同時緣 也就是說 比方說 它這個宋詞裡面講的是藍色 我們就用藍色來比喻 比方說這個藍色跟這個紅色 兩個不一樣的失誤 你給它放在一起 這個是藍的這個是黃的 這兩個物體 它同時存在的機會是有的 可是你沒有辦法去證明說 只要藍色存在 紅色它就必定存在 雖然它們偶爾可以放在一起 就是 藍的存在的時候 紅的也會有存在的情況 可是你沒有辦法證明說 因為 紅的一定會存在 因為藍的存在的緣故 它們兩個並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 這樣的道理 它並沒有辦法去成立的 但是外境它並不是這個樣子 你們可以去想一下 只要我的事存在的時候 外境它就一定會顯現 所以 索取出現 可是 能取的事卻沒有出現的情況是沒有的 在你自己的角度而言是不存在的 就是 你要存在它的索取的時候 你的能知的事 它一定同時存在 所以 在這樣子的 觀點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這個就叫做 我們叫 巨元定音的關係 就是定就是決定的意思 就是說不決定的 它就不能用巨元定音來表示 你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黃色跟紅色 它不能用巨元定音 它只是偶爾不小心碰到一起 你不能因為藍色存在 然後紅色就一定存在 可是你的事跟你的索取 是可以這樣去判斷的 沒有一個 如果你說這個索取在 和你的事感知不到 那不可能 從你的角度來說 它是不可能存在的 就好像你做夢的時候 當我的密室迷亂 才有夢境的顯現 如果做夢的事不存在 那麼夢境永遠不可能存現的 所以從巨元定音 就是從同時的角度來講的 那麼 明之音呢 它是從外境 它具有事的 法相的角度去講的 所以 就是講 我們巨元定音 同時出現的緣故 不是說外境今天已經有了 我明天的事才出現 或者說我的事提前出現了 然後外境後面才出現 不會有這樣子的情況 對六道輪迴中的 任何一個眾神來講 他的所緣起的對境 跟他自己的心事 一定是同時存在 並不可能有 不同時存在的時候 所以 這個不是說一定是因為我說的 或者是上司說的 還是我們自中立馬派才說的 所以你就要承認 不是這樣 就是你要去思維或去觀察 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可能很多東西是你平常沒有觀察的 可是慢慢慢慢去觀察之後 你會發現 好像真的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 英明他跟中關跟線關等等 很大不一樣 就在於 像中關跟線關他們是觀察生意地的 所以他講到空性的時候 空性的分別 你怎麼觀察都觀察不了的 比方說你這個 我的眼睛就只能看到這個 多少以外的距離 可是呢 一兩百里 不要說一百兩百 十公里以外 我肯定看不到 同樣的我們分別 是沒有辦法看到佛菩薩的境界的 我們只能揣測 我們當年學波羅的時候 就是線關的時候特別的痛苦 就是因為他講的都是菩薩的境界 佛的境界 一地菩薩怎麼樣 二地菩薩怎麼樣 我們就好像是吧 可能是吧 因為這個東西 反正我現在還沒有達到菩薩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還是不是 我們只能用一種大概 可能是這個樣子的想法 可是英明不一樣 因為他抉擇的就是你限量 限世的一種對勁 他不抉擇菩薩的境界 所以呢 我們在講萬法唯心的時候 不是說在佛菩薩境界裡面 才萬法唯心喔 是說 所有的眾生 在凡夫人面前 萬法就是唯心 好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只能跟大家講到這邊 可能我講有點激動 也講了一些太多其他的東西 但不管怎麼樣呢 大家去 有機會 多看一些唯視也好 多去了解 你會慢慢慢慢的去觀察 你會發現 會打破你很多很多以前的這種 根深蒂固的習氣 作詞文字幕製作曲 李宗盛 你前面等待你 这儿竟